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這個星期六突發事件就是以巴戰爭 以色列和巴赫斯坦 這些恩恩怨怨 就不是一天造成的 很久歷史 如果你是宗教學校 都應該聽過 猶太人被趕出耶路撒冷 剛剛耶路撒冷就是這兩個國家中間 那就是被人滅了國 但是裡面有些東西我們可以學 我們除了知道之外 還有學得到一些東西 還有看到的共通點就是 通常英國殖民地 走了之後就有事了 不知道是故意這樣 還是 總之一走那個國家就亂了 或者有些事情發生 那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當年在做什麼呢 我很簡單地說說 因為你說很長歷史 大家都可能沒什麼興趣 但是 就是以巴衝突呢 這件事呢 就是 大家都不想見到的戰爭 烏克蘭那件事都還沒完 那這裡又有第二件事 那有些在NATO那些 就不會牽涉進去的 但是 歷史上每次戰爭都是這樣的 開頭呢 一小地方有事而已 但是如果一影響到雙方一些 多些人的陣營呢 那就有事了 就是他們附近包圍了 都是不同的 就是宗教 伊斯蘭教 和猶太人 就是 他們不同的宗教 這個理念 造成很多衝突 但是其實背後呢 就不是宗教 我以前都不明白 我讀這個 這個歷史的時候呢 那為什麼 你相信那件事 和我相信那件事 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衝突啊 你相信你的 我相信我 但是其實 歷史來說呢 所有 最殘酷的戰爭 最多人 有事 傷亡呢 都是和宗教有關 所以呢 你說 洗腦之後呢 就是你們對一件事 很狂熱了之後呢 你是什麼都聽不到的 也都很不理智的 那當然啦 它背後其實有很多東西的 是和移民政策有關的 和土地紛爭也有關的 和一些制度也有關的 就是不是表面那麼簡單 當然是 這種仇恨呢 是 很深入的 就是你跟我爭東西的 你明白嗎 你跟我爭東西 還有現在牽涉到是 就是平民死傷啊 大哥 他專門炸那些醫院啊 平民那些地方 有三分一都是炸平民的 現在 就是不是炸軍人啊 大哥 那 這次是巴勒斯坦呢 就派了幾個空降 這樣呢 就進去了 就是 以色列裡面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進行襲擊的 然後呢 以色列其實一直都是有很多軍備的 那就 就 即時還手啊 瘋狂的轟炸 那 那 其實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想說一下 很簡單 那 就 這個 其實呢 巴勒斯坦呢 是英國殖民地的 也是曾經做過殖民地的 那 那 呃 他們當時呢 搞這些政策呢 就是 不停呢 就是 就是 也是做移民政策的 那 就是 做了殖民地之後呢 就不停呢 就是 歡迎啊 那些 猶太人進來 就是 不停進來 那就 鼓勵這個移民政策 然後呢 就希望呢 他們復國的 去支持他們復國的 那 怎麼知道呢 搞搞搞搞搞搞不定了 就是他們裏面也有些紛爭 互相有些紛爭 那 就 靜悄悄就走了 那 交回給他們 那 跟著呢 就 就是 不理了 那 跟著留下了一些這樣的 這樣的 就是紛爭在這裏 那 那 究竟是知道他搞不定了 還是 他故意 臨走前 搞一些 政治事情呢 那 就不知道了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當時 香港有沒有這些事情 你就知道 差不多了 他做的事情都是 差不多 你說 是不是管治得好呢 我曾經都說過一件事情 如果英國真的管治那麼好呢 就不會那麼多的殖民地 變成了 現在只剩下很少 而且那些都是一些 很偏遠的島嶼 很小的 沒有什麼經濟貢獻給英國 因為其實英國很多都是靠殖民地給錢 或者拿殖民地的資源 那 所以 又是 你發現了這件事又出現 那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 有些共通點 這些事情 然後 這些衝突 出現 現在 那 還有一件事 就是當時 他的政策 就是 後來 以色列 也是 在 自己的管治之下 就是 他有很多土地改革 然後 原來 侵吞了 別人的土地 就是慢慢慢慢侵吞了 猶太人的土地 然後 就用一些很不平等的方式 讓他們在這裏用的地 譬如 你開井又要拿證件 開發土地又要證件 就是 對猶太人很不公平 然後 就已經 這些特權 令到他們 很不公平 所以這些事情 是很複雜的 不是 我們在旁邊 可以看到 哇 究竟為什麼 其實沒有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 其實裡面 都跟移民政策 一些 不 不平等的 條例 有關 就是 大家已經是 很 很熟視 還有最近 有三件事 最近有三件事 就是 有些人出來 就示威 那些 故意在別人 那些 宗教的 節日 的時候 就審判一件事 就是 這些詳細 你可以在網上找 總之 跟這些事情 很多很多 千絲萬縷的關係 終於就要動手 就是 他一批人 比較激進 就會動手 那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看回歷史 會不會是 拘捕其他 那些 就是 旁邊的國家 一起 一起來呢 那 這個是一個 就是 重點 是否影響到 就是 我們這邊的經濟呢 其實 就 不是太大關係 那 你留意一下 通常都是 特發事件 才有些 便宜一點的機會 讓大家 入市 如果一般來說 如果 現在的情況 是這樣 就 就是 經濟差 都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 發生這些事情 會特別差一些 那 通常都是 特別差的那個禮拜 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可以買的 然後就是 回到正常 你可以看回 之前 俄乌戰爭 都是只有 一兩個禮拜 的時間 特別 跌了下去 股市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找一些 跟他沒有什麼關係的 又拉下來的 東西去買 但是 這個情況 也 不是那麼久 因為他不是 基本面 有問題 是吧 就是說 就算 戰爭那麼久 譬如 俄乌戰爭 都是 最低位是那個時候 然後 上回到現在 都是 升上去 的股市 就是說 美股 這次 會不會影響 美股跌一跌呢 也有可能 但是 經濟 它才是真正影響 那個股市長遠一點 短時間 你可能找到一個短 短期低位 但是長遠的低位 你又未必之餘 總之 投資 就小心一點 就是 它可能會突發 有一段時間 突然間有些東西很便宜 但是過了之後 又會回復正常 很多東西 都是自己會修正的 你說連續很長的大趨勢 當然 看不到 但是 股票 如果你不是說 長線 差很久的話 短暫 有一個短期 賣入的機會 但是 這些 純粹參考而已 這些 股票上落 其實有很多因素 不可以因為一種因素 你又入市 好了 覺得有用 讚好 分享給朋友 還有 留言討論